上个星期五被控妨害公众安宁的巫统大港区部主席加玛 在还没完成保释程序下 就在当天下午不知所踪 外界普遍认为他疑似潜逃 虽然加玛后来透过语音信息否认自己潜逃 还答应会在今天下午两点半到安邦在野警区总部报道 结果众多道场冒着大雨守候的记者还是扑了个空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 被加码摆了一道的不只是记者 连他的代表律师 Mohammer-Ingran也是受害者 在警局楼梯口苦苦等候一个小时 代表律师这一边乡找不到人 加玛却在另一边自己发了个视频 解释自己不出现在现场的种种原因 加玛还把自己比作公正党实权领袖安华 他目前的遭遇就如同安华当年被马哈迪迫害一样 加玛去年10月5日 在雪州政府大厦砸酒杯抗议啤酒节活动 抵触刑事罚点290条文 本月25日在安邦公主专科医院被控妨害公众安宁罪名 但他却在还没完成保释程序下离开医院消失无踪 套新闻 陈辉新报导 在词州政府大厦瓦 陈辉新报导 给您诱惑